看准中秋廉假市场采买人潮 国民党台北市场候选人蒋万安 锁定临江市场扫结拜票 不过日前到市场扫结 不是撞倒老太太就是撞倒花盆 蒋万安团队小心翼翼 两名随护帮忙开盗 团队负责指引 但还是不小心把摊上的蛋打破了 蒋万安立马要团队把蛋买下来化解危机 被问到前连电董事长曹新成喊话 每一位县市首长议员都应该宣誓抗共保台 我们坚定捍卫中澳民国的主权 保卫国家安全 这是全民的共识 也是我一直来坚定的信念跟立场 初期2022儿童慈善会话大赏活动颁奖典礼 武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黄珊珊 也少不了被问这一题 我全家都是军人 我们每一天都在保台 我相信台湾的每一个人也是保台 台湾人只要团结 谁都不能欺负我们 但是每一天搞内部分化 才会让别人有可乘之机 面对中共威胁不断加剧 保家卫国决心 每一位候选人都得表态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报导 我这个活动是张孝廷的